台中風和雄寬是團出有兩人 阿酒車的案件 警方到處 憲法是冠軍要逃走 警方是連開十二請 在憲法 又怕勝開車 撞警方 警方斷掉 斷掉 又敢死去 要對照憲法到案 原警官到現場 要求憲法下車 不過車上的憲法不被配合 開到黑色的驕傲要來逃走 甚至要來弄警方 原警連耍幾顆槍來改動 兩個原警對著黑色的驕傲 都總開出在一場 不過憲法要逃走 現場老下 二十五歲安心被害人 尤其是一隻現場祖來換人車丟 什麼原因 蛤 不知道 台中發生二十五歲 凌晨十二點完 台中三位南竹到北海人 又在風格相關的好現場路 要來丟伴 甚至要叫車白走 警方接著報完之後 官方現場叫出北海人 不過三位相關技術部的客戶車 走 並三人下車接受盤查 那嫌犯 去不配合且開車衝撞 警方對早發言 陽昏將懷難的驕傲 但是在台南的高雄島附近 不僅僅固定人的生活 將會接著差距到岸 案外的經過 也將會進一步來慮清 在這裡台中綜合佈